与小木二肩高挂以后的一个变化 黑棋小木 那么白棋二肩高挂 是近来比较流行的一种下法 特别是在吴清源大师的推荐之下 这个下法是越来越流行 那么这个黑棋小飞 黑棋小飞 这个是对付这个的一个正常应对 那么这个局部一般来说 暂时就是告一段落 告一段落 白棋一般是普通的 在这边拆一个 也有在这一带拆的 这个都有 那么这个地方 双方告一段落以后 形成了一个常见的棋形 作为黑棋或者说白棋来说 以后在局部怎么处理 是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问题 需要学习 从黑棋的角度来说 以后如果要在这里兴棋的话 比较简单的 下法就飞一个 目的很明确 目的很明确 就是说守住脚上的失控 把这部棋当做一个大关子来下 那么接下来白棋肯定是要挡住 白棋肯定是要挡住 黑棋在斑张 在斑张 至于这时候 这个贴就不太好了 就不太好了 如果没有这个子 这个贴是很正常的一步 但现在有这个子的话 这个贴就不是太好 这个贴的目数比较亏了 这时候白棋它就不会长 本来应该说是黑棋飞了 贴了以后 然后白棋长了再飞出来 但你一定有这个子的话 白棋它就不会长 白棋肯定就会帮张 捞取实地 那你黑棋在帮的时候 白棋就跟着帮 不管接下来黑棋你是退 不管你采取哪个手法 那么这个子 效率显得就会有些低 所以这时候 黑棋在这个局面下 肯定是搬一个 然后白棋再搬 黑棋沾上 等于就是说和黑棋花了一手棋 把这个脚上的实地都守住了 同时外面留个断点 这个是一个比较简明的下方 但是相对来说 就是说对白棋的冲击力不太够 对白棋的冲击力不太够 纯粹是一个守地的下方 在一般情况下 是不能够让人满意的 那么作为黑棋来说 这个局部积极一点的下方 就是说是打入 打入呢 白棋这个是暂时不能反击 如果说煎一个封断黑棋 那么黑棋跳出来 这个白棋略显过分 如果白棋跟着跳 那么黑棋就煎一个收根 这个白棋被封断 自己有可能成为两块姑棋 这白棋不能满意 如果你飞这个 如果飞这个 那么黑棋就完整地跳了 封住 以后这个脚上 还有种种的很多搜刮的手段 白棋呢 也是不能满意 可见呢 白棋这个反击呢 有些过分 那么白棋呢 大概本手呢 就是压住 在压住的时候呢 也有先点一下的手段 这个黑棋就打住 这个没什么便宜 跟这个变化呢 也没什么大关系 我们就这个 没必要交换白棋 也就是压住 然后黑棋挖 这个黑棋一般呢 实在增值有力 如果不能挖 只能退呢 白棋一张呢 这个白的形状有点完整 黑棋不是很好 黑棋也能要挖 白棋打赤 白棋从上面打赤的话呢 那么黑棋就接上 白棋推 那么黑棋爬回去 这个结果很明显 比刚才飞呢 效率高多了 第一呢 脚上的木数也大不少 第二呢 就是说呢 已经把白棋的根给收掉了 有可能以后 白棋这块棋呢 会成为一个孤棋 那么呢 相对 反过来说呢 白棋这个呢 也不太容易接受 白棋不太容易接受 所以白棋呢 这个棋呢 应该是从底下打 黑棋踩到 然后白棋呢 再吃一个 这个呢 再吃一个算了 吃完以后呢 由于这里指力比较多 这个指呢 是可以考虑 弃掉黑棋打赤 这时候呢 白棋有张和提两种下方 那么这时候呢 就应该看看 白棋就应该根据这个 全局的啊 这个结材情况而定 如果白棋结材有力啊 可以提掉 不惧怕黑棋打上来 注意这个 不惧怕黑棋打上来 打上来的话呢 我可以给你开截 这个在结材有力的情况 可以这么下 那么黑棋不能打上来 那么比如说 它顶多只能力的话 那这个指呢 吃得很不干净 味道也很不好 比如说有肠 甚至于呢 根据情况呢 还有可能啊 出现这个强行贴出来的手段 但是如果打的话呢 白棋只能站 那么黑棋可以满足 这个就退 这个白白打赤一下 这个便宜还是不小 至少来说 你这个白棋就没有 没打赤之前 就没有虎了 就是一路斑站的手段 但是如果白棋结材不利 那么呢 就是说白棋就张散 这个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黑棋呢 吃掉 黑棋就管吃 这个呢 形成一个变化 以后黑棋上面呢 还有一吃的鱼味 这样黑棋的结果呢 在这里吃掉一个纸啊 底下呢 木树呢 有一定的所得 同时呢 上面呢 也变得比较厚 这个黑棋呢 还是可以接受的 至少比你单飞 飞了斑站 还是呢 要好得多 这个变化我认为呢 就是说呢 是双方啊 可以这个接受的 一个正常的这个变化 就是说 在这个局部 作为就是轮到黑棋下的时候 这个是双方呢 可以接受的一个正常变化 好 那么黑棋下 我们呢 也简单的了解了一下 知道了 黑棋下呢 应该是呢 直接打入 是这个局部 最厉害的下法 直接打入 那么换做白棋下的话 那应该是怎么下呢 我们呢 就需要呢 更加仔细的研究 轮到白棋下 也有一个呢 相对解密点的下法 那就是呢 飞 这个呢 是白棋下 下面是比较简明的下法 那么呢 黑棋打 黑棋打 然后呢 白棋贴 这个贴是这个棋型的要点 这时候不能轻易的搬 如果你轻易的搬呢 黑棋它不会这个简单的搬住 黑棋不会简单的搬住 黑棋这时候呢 它先拐 是好棋 是好棋 先拐 看你白棋的态度 如果你退 那么呢 它再搬住 这拐一下以后 这个棋型的本身也变得也厚 而且呢 你退以后这一搬 那你脏起来很难受 你现在呢 已经就是说没有心情脏了 就是说 因为你脏 脏完我再拐的话 那你肯定就不会退了 那你肯定就顶住了 当然走成这样呢 就是说白棋是先手把这个处理了 或者说刚才我们所说的先手能够防止住这个黑棋的打入 但是呢 由于呢 同时也要把黑棋加厚了 白棋呢 未见得便宜 未见得便宜 那么拐的时候 白棋如果粘 如果粘 那么黑棋呢 当然现在就没必要 在R这个地方 再去搬一手了 可以呢 抢先 抢占别的大厂 比如说猜 深度来说 利用这里的味道呢 还有啊 这么高打入的这个鱼味 这个鱼味 比如说我打入你拖 我再一顶啊 这个白棋的棋型啊 会比较难受 白棋这个会比较难受 好 那么 所以白棋呢 这个贴啊 是这个形状的要点 不是形状的要点 那么接下来呢 黑棋当然是要顶住了 因为不顶住 要扳下去 白棋要扳 直接顶住 然后这时候呢 白棋再扳张 这个斑张四小十大 这个本身木数非常大 而且跟双方的厚薄呢 都有关系 斑张完以后 白棋这里变厚了 而呢 有了这斑张以后 马上这个底下 就要产生这个 这个二炉透点的手段 要产生这个二炉透点的手段 即使啊 不说这个二炉透点 那么我 我这个拦住 也是一个先手 也是一个先手 因为你受不了 我接下来我这一飞 这个先手收刮 不但刮了木数 整个黑棋这个眼味都没了 以后我就算搬一个 马上就成为它孤体了 所以呢 这个黑棋的同时呢 也是需要硬的 也是需要硬的 翻子呢 我们刚才所说的 白棋的一些手段 这个呢 作为这个白棋啊 这个比较简明啊 或者简单的一个定型呢 呃 我们认为呢 白棋呢 呃 根据局面的需要 也是可以的啊 也是可以的 呃 这个下法呢 还是就是说 白棋呢 也还不错 把这个空呢 守住了啊 同时也破了脚 黑脚的实地 不过黑棋呢 呃 虽然这里被你得了 但是呢 我顺便的 顺手呢 也抢正到了一个大厂 把这个 这一块呢 也变成了一个实地 这个都是说 可以 可以说啊 是一个就是可以 双方可以接受的变化 那么对于这个棋形啊 对于这个棋形来说呢 白棋啊 接下来 那么最厉害的下法呢 其实呢 就是呢 这个拖 直接拖进去 这个最狠 这个最狠 嗯 如果你黑棋啊 不敢反击 只能二路扳 那么我就算简简单单退一个 那这个区别就很大 这个区别就很大 这本来我非你是挡住的 现在已经缩回去一路了 缩回去一路了 你要是长 那我一拐 你只能退 那么我这个白棋 已经把这个走后了 跟刚才啊 贴了扳章的 棋形差不太多 但关键是 黑棋在外面少走了一手啊 黑棋本来这里补了一手啊 这个几乎就是说相差 半手棋以上 这个 就算我白棋不走 这个黑棋也少拆了一个 这个是可以说是黑棋呢 无法接受 无法接受 那么这个拖到底能不能成立 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局部的这个关键 所在 我们刚才说了 忍让 黑棋二路搬忍让 是不行的 那么黑棋也就只有一条路 搬一个 分断白棋 分断白棋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白棋的手段 就是说呢 是断影 这些二路搬 是不能考虑的 这些二路搬是不能考虑的 我们就摆一摆黑棋最臭的下法 就算退一个 你搬这个 要利用 我就算都跟着你硬 这个白棋也不行 所以说我能活个脚 那它就拐 这个已经活着 这个脚活得太小了 外面呢 黑棋变得很厚 这两个 特别是这个子 这个受伤很厉害 因为你不走 我这个以后一打 大家可以看到出来 这个脚活得很小 是吧 这一拐 脚活得很小 更何况我还有可能有这个顶呢 跟你打结的这个手段 这个白棋不能接受 如果你即使你多爬一下 即使你接受 那我活得大一点 我再爬一下 那么呢 黑棋就算打掉 再走一脚 那么外面这个子几乎就给送死 你在后手多活 这个都算你走到 那么这个脚活起来呢 也是呢 相对来说比较小 黑棋就算走一个 这个外尸啊 进尸啊 这个白棋是 应该说是这个绝对不能满意的 绝对不能满意 所以当黑棋搬的时候 白棋也只有划上一条路 那么就是断上去 那么就是断上去 扭断开始作战 接下来呢 黑棋如果打吃 白棋呢 跑 注意 这个棋白棋是跑的啊 并不是这个low打 low打看起来很舒服 low打看起来确实是很舒服 但是呢 这个不好 黑棋就提掉了 白棋可以low打 那我黑棋我就老老实实 我硬 我跟着你 这个全部硬 那接下来呢 白棋呢 反而没什么棋好下 如果你比 捕这边 捕这边 虎一个 那么呢 我断吃 这个脚 这个脚上呢 黑棋依然呢 守住了 而这外面呢 提了沾上这些纸啊 本身呢 黑棋都很厚 白棋啊 所得甚畏 白棋是不太好的 如果你不在里面 那么我黑棋就打 这个沾上 那么就走 黑棋呢 这时候呢 他肯定会跟你呢 拉出来呢 强行作战 或者根据情况需要 他干脆就先打掉 干脆就把这个打掉 沾上 这个作战 白棋呢 也不好 也不好 你外面 这两个子虽然可以跑 但是不管怎么跑 以后随时 这个黑棋先手 张一下 这白棋太难受了 这个白棋太难受了 只能力 以后这个黑棋挡还是先手 这个白的活得太难受了 而外面作战呢 也是 似乎是黑棋有力的结果 那么可以看出 当黑棋打吃的时候 当黑棋打吃的时候 这个白棋 这个白棋呢 就是说呢 是必须要跑的 那么黑棋再打吃 白棋挡 黑棋接着叫吃 这时候呢 这时候呢 白棋呢 立一个 大家注意 这个棋立一个 提一个不好 提一个被人一打吃 打成一个这个鱼形 打成一个鱼形 黑棋沾上 这个棋 白棋还得接着做活 你这个断现在没有用 它一粘的话 你这个脚上还得忙活去 它再一拐出来 白棋只能打拔 只能打拔这个 那么黑棋沾上 很厚实 或者虎一个也行 这个断点掌实不用怕 断点我就拐出来就是 当然沾上的也很厚实 那么呢 就可以形成一个这样的结果 形成一个这样的结果 就是说呢 白棋在脚上呢 虽然活了 破了黑棋的地虽然活了 但是呢 本身它活的呢 太小 第二个呢 黑棋外面 外围啊 它实在是太结实了 大家看这个形状 黑棋外围太结实 白棋这个子 已经可以说呢 就是完全被废掉了 被废掉了 这个结果呢 应该是白棋呢 也不行 也不行 那么作为这个局部来讲 当黑棋打吃的时候呢 白棋最好的下方呢 就是利益 利益 然后呢 黑棋再沾上 黑棋再沾上 黑棋打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打这个白棋它就跟着异 没关系 你黑棋还是要沾上的 还是要沾上 那么它再 这个打一下没有意义 你呢 还不如单沾 单沾一个 看白棋怎么硬 白棋它要提 当然没有必要扳这一下 那么呢 黑棋再沾上 与这个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 被滚打一下打拔相比呢 等于白棋现在少交换了呢 一个爬和班的交换 少了一个 几乎是这样 那么呢 当然这两个不交换呢 肯定是呢 对白棋呢 还是有点好处的 那么黑棋还是沾上 这个这样的一个局部呢 可以说呢是告一段落 告一段落 白棋啊 结果来看 虽然破掉了黑棋的实地 获得了一定的木树 但是黑棋外面 还是非常的厚 还是非常的厚 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就是说呢 这个棋的结果 还是呢 黑棋 稍稍有利一点 稍稍有利一点 那么也就是反过来说呢 我们认为呢 在这种正常的情况下 呃 黑棋 这个白棋 这个三三拖 遭到黑棋反击以后呢 结果不太有利 略显过分 略显过分 那么 呃 我们也认为说 也在实战中对局中 诶 好像是似乎见到过啊 这个高手 这个什么东西啊 诶 诶 有时候也能拖进去 确实啊 有时候甚至 这个能拖进去 但是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呢 一般来说呢 是在这个白棋 现在这边抢上一个大厂 是吧 这也很正常 比如说这里有个纸 啊 这里 随便一走 哎 我抢上一个大厂 很正常啊 啊 你要补一走 那就算了 那我就继续抢大厂 啊 那么 黑棋不补 在情况下啊 就是说 白棋 现在可以拖进去 那么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看 为什么我们来看 现在白棋拖 好 黑棋 斑 白棋 这个断 那么黑棋啊 我们刚才说了 是这么吃出来 依然是这么吃出来 那么这个 白棋肯定也跟着硬 是吧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黑棋 当然还是要钻上 那么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呢 白棋就会有变化了 就会有变化了 它呢 就不会像刚才那样去提一个了 就去提一个了 这时候白棋它就会用强了 有了这个子 帮忙 它就会用强 会直接将黑棋断开 本来这个直接断开 黑棋是没什么好怕的 就是黑棋拐一个 白棋 长的时候 黑棋 没有这个子的话 黑棋就挡 你踢掉 黑棋就跳出来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子 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已经多了一个子以后 这三个子黑棋 一下子就变得 非常难以处理 即使勉强处理好 当白棋加强以后 外面这块棋 也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攻击的目标 所以这时候呢 白棋断 就会变得非常严厉 那你黑棋打吃一下 我白棋呢 就简单的 硬一个 另一个也行 提一个也行 提一个也行 你这里虽然多了个线索 但是这边 这边这个挡的线索没有 你要走这个呢 我就简单的爬一个 总之来说呢 我白棋就不在里面 做活了 我呢 就直接在外面给你断开 这个黑棋这个结果 不好 不好 那么黑棋这两个子 几乎就是说很难这个动弹 很难动弹 那么当这个时候 遇到这个时候 那么它拖成立了 我们说白棋这个拖成立了 那么黑棋又该怎么应对呢 我们来看一看 搬 当然还是要搬的 它断 那么这时候呢 黑棋可以有个好的次序 就先打这一下 先打这一下 如果你立 那我再打出来 有了这一交换 以后呢 黑棋啊 多了一个二二爬的先手的便宜 那么这个子呢 就可以变轻了 就可以变轻了 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白棋拐过去 那我就跟着长 你虽然爬过去 但是我这里先手一打 你这个收获不大 你现在也不能断 你要断呢 那我就退 你要再用强呢 这个地方我有low打的手段 这个有个方打的手段 这个白棋不行 所以呢 有了这两个交换以后 白棋呢 就没有这个断点 你不交换 它就有这个断点 是不是 那么 所以当黑棋打的时候 白棋呢 就不能立 就不能立 那白棋的下法呢 它就是打吃 提 白棋张闪 黑棋虎 白棋拐 黑棋爬掉 白棋退 这个呢 可以说呢 是一个很复杂 双方都能接受的变化 白棋通过一个托 这个气掉脚上这个纸 在外面呢 获得很大的厚实 而且发展权力非常大 但是呢 它呢 毕竟呢 也是呢 花了一手棋 花了一手棋 脚上呢 也损失了一点实地 通过这点来看呢 黑棋呢 也是呢 可以接受 也是可以接受 这个结果呢 可以说呢 是在白棋 有这个子的情况下呢 双方一个正常的变化 结果呢 是可以接受的 这还需要注意一点呢 刚才就是说 没有这个子的时候 黑棋是不能打这个的 因为这样的话 再吃的话 再吃下去的话呢 那么显然 白棋就把这个 这一手棋 就不用走了 不用走在这效率这么低的地方了 可以走的效率更高 不过呢 没有这个子呢 这个托呢 是不成立的 黑棋直接呢 从打出来就可以了 好 那么呢 对于这个形状呢 我们在这个棋形 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 简单的总结一下 作为黑棋 在这个局部下 最好的下方 是打入 而作为白棋来说 飞 是呢 这个局部 普通的下方 飞完以后 贴了斑章 是这个局部呢 普通的下方 嗯 当然在 周围啊 这边有子的情况下 可以 啊 考虑呢 这个直接拖进去的下方 也是呢 能够成立的 但是没有这个 子的情况下呢 直接拖进去的话呢 会遭到黑棋的反击 本期这个讲座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